概乎就是第一個變數 這邊第一次是1 第二次是11 所以它的共通一定會有1 OK 所以我們假設要思考的話 你可以先在旁邊 如果你不太知道該怎麼寫 其實你可以先在旁邊練習 比如說輸出啦 這邊是輸出到M好了 M藍的第幾列 比如說第一列輸出1 第二列輸出11 21、31 假設啦 如果這個OK的話 表示說你只要按照這樣的方式輸出 應該就OK 總共有10藍的樣子 B到K好像10 我算過10藍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 for i 等於1到10 如果假設我今天有10藍 那我的回圈是1到10 這樣的一個數字 那我如果要希望當它是1的時候 它輸出是1 有沒有就是M1 然後當它 第二個的話是11 21 如果這個公式OK的話呢 那其實理論上這樣 那其實我主要是這樣 我本來是這樣寫的 反正都有1對不對 那輸出都1嘛 那後面一定要加上什麼 加上 如果用i去乘上10的話 那因為先乘嘛 所以輸出一定是 一定會變成11 可是問題第一次不能是11 你第一次一定要是1嘛 所以你可以怎麼把i減掉1 但是減要先刮虎起來 也就是說先歸0 然後 所以0乘上10還是0嘛 所以第一次一定是1 那第二次的話呢就變成11 所以執行的話就變成我們要的 OK 所以第一個哦 我們要的變數 這邊應該是OK的 可是我跟各位講 我寫這樣很多同學還是不能理解 所以後來我又換了一招 就是我之前蠻喜歡寫一個變數叫K的 K等於1啊 換第二種寫法 那這個寫法會比較簡單一點怎麼說 因為這個公式我發現有些同學還是不能理解 所以我換了一個方式 這個K就是說呢 你這邊後面加一個K 等於K就可以了 那當然你現在輸出 它一定是什麼 這樣子 然後你底下就是等於K等於K加10 有沒有 意思就是說 反正我第一次 這個等於1的話一定是初始值 然後後面每一次都加多少 有沒有 有沒有 我發現第二種寫法好像同學比較能夠 比較能夠理解啦 那你說哪一個好 反正寫得出來都好啦 OK 所以剛剛第一種寫法 如果你假設無法接受的話 沒關係 第二種 第二種寫法這個K等於1 就是它初始的值 所以它輸出一定是等於1 然後呢 底下這個就是說它下一次呢 它的間距是多少 那間距是10 所以你就K等於K加10 它下一次變11 再加10變21 所以執行結果會不會一樣 也OK一樣 哪個簡單啊 還是一樣難 好啦 反正 這個是我後來我聽同學講說 老師第二種好像比較可以接受 我們等一下就用這種 OK齁 第一個問題解決了 那你說老師第二個問題喔 我希望第一個輸出是B C 一直到K的話 那所以喔 這個地方會需要怎麼樣 另外呢 我很多方法 但是我想到最簡單的方法喔 就是用MID去切割啦 我想到的喔 那你說MID怎麼切呢 當然第一個喔 我先多一個變數叫COL COL是隨自己取啦 就是COL的縮寫 就是COL的縮寫 藍的縮寫 然後裡面的話 我就是把我需要的藍喔 把它輸入BCDEFGHIJK好了 到K就好 因為我們好像到K嘛 有沒有 那也就是說 當我第一次的時候 我要抓到B 然後把這個B給輸出了 OK好 比如說我這樣好了 那我們可以怎樣 在後面再串一個好了 AND 那怎麼切MID MID的話呢 就是把什麼字 COL DOTE 第幾個字用I就可以啦 因為如果當I等於1的時候 有沒有 I等於1的時候 就會抓到 後面加DOTE1 有沒有 一個字啦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就是 當I等於1的時候 它會抓到B 當I等於2的時候呢 它會抓到C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這樣就可以有解了 應該這樣 這個我想出來的 我看好像其他地方 我很少 我幾乎沒有看到有人這樣寫 OK 當然你也可以用那個內瑪的方式 不過我覺得內瑪的方式 好像沒這個簡單 沒這個直覺啦 OK喔 所以如果你有別的方法 沒關係 反正可以得到藥的結果 所以我把它串在後面 就變成1B 11C 好 看一下直行 有沒有 1B嘛 11C 21D 31E 有沒有到K 好啦 所以兩個變現數都有了 那後面喔 就把這個 放到這個中間來 那問題 就解決啦 OK 接下來喔 我們 所以喔 這個我不知道你們這樣 看不看來懂 我先把這個先存起來好了 我等一下再貼到雲端喔 我把它拆解啦 不然我怕有些同學 一下子直接寫出來很多 會整個完全沒辦法跟上喔 好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來完成繪圖了 所以把美元折線圖這個喔 把它複製 放到回圈裡面 放到FOR回圈裡面 記得喔 我一般習慣是把它按TAB 然後請你把這個Sale 這一行有沒有 把它拿掉 因為這個是我們練習用的 或者你不要拿掉 你加個單引號啦 如果你假設說 老師你拿掉 等一下我不確定 我要回頭再check的話 那就沒有了 我要重新再找麻煩喔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關鍵的地方來了 這個跟這個喔 要變成什麼 變成K就好了 所以呢 你直接怎樣 把這個後面呢 這個E deleted掉之後 後面再空一格AND K就可以了 因為呢 E剛好在最右邊 所以把它切掉 直接跟M串 所以呢 這個K的話呢 理論上喔 它是一個數字啦 E有沒有 因為遇到AND 它會自動幫它加個雙引號 跟M串在一起 所以呢 如果看到這個有沒有 然後最後兩個串在一起 就變什麼 變M串 然後前後也有雙引號 OK 大概是這樣的規則啦 OK 所以呢 把後面這邊再串一下 所以這個E deleted掉 空一格ANDK 串在這裡 好那第一個應該OK了 那我們現在執行啦 理論上應該就會有十張圖吧 有沒有 但是因為底下的source沒改 所以全部都是美元 所以第一個完成了 第二個要完成的話 就是再把什麼呢 再把這個 這個關鍵的地方來了 這個 最難的啦 不過我發現同學喔 因為呢 它這個是一個完整的文字 記得喔 中間不要給它斷開 因為之前蠻常多同學喔 給它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就變兩個參數了 那range就失敗了 因為range裡面 只能有一個參數喔 OK 所以特別是不能把它斷開來 那我們如果要把什麼 把剛剛的那個 那個東西叫什麼 這個 這個column 放進來的話 應該是放這個啦 應該切完之後的東西 再放到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實際上是有那麼一點點的困難 那如果說你說老師 那這個有點難 那怎麼放喔 這樣子喔 因為我要改的地方應該是 這個跟這個 那我跟各位講喔 如果說你要把這個字串裡面 放一個變數也好 或者是放一個公式也好 記得喔 一定要先切成兩個字串 中間串在一起 那串的方式喔 記得喔 請你把這個b選起來 雙銀號兩個 移到中間 再加兩個and 反正先選那個藍b 然後兩個雙銀號 兩個and 然後再移到中間 請你把公式寫在這裡 那那個公式叫mid 有沒有 因為我要串一個哪一籃嘛 mid 錢瓜糊 不過我建議各位喔 這個and前後一定要空白 因為VBA裡面的and 跟那個 Excel裡面的and不一樣 Excel裡面不用空 但是 VBA一定要空 這個規則可能要記一下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是 我的那個字在哪裡 字就是這個col 實際上指的就是 上面這一串啦 如果你假設不叫col 你可能就是換個變數名稱 豆點取第幾個字 取第i個字 取第i個字 然後豆點取幾個字 取一個字 後瓜糊一下 好 那這個部分就完成了 好 記得喔 雙銀號到雙銀號 and and 這個指的是把 我得到的這一個字串 放到這裡的意思 那下一個b也是一樣做法 所以喔 雙銀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然後把公式打到 and跟and的中間 所以啦 如果假設你實在是 無法理解的話 你就先背口決算了 反正這兩個一定是固定的喔 OK喔 所以有沒有 先把藍選起來 算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再移到中間 然後呢 把and的前後先空白好了 然後將來的變數跟公式 就串在這個中間 OK 那我們一樣喔 其實偷懶一下 把這個啦 其實這一個一模一樣 把它複製到這個中間就可以 好啦 這樣的話 理論上喔 就完成啦 OK 那只是說喔 這個 最難的今天 應該 課程裡面最難的 就是串這個啦 如果你這個可以過得了關的話 那後面喔 應該就輕鬆了 好 那OK之後的話 如果你要 怎麼講 如果你說 老師說 跑太快我看不出來 我設個中斷點算了 然後停在這邊 先看一下細節好了 OK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所以 把圖全部刪掉 所以 刪圖全部刪掉 然後跑一下看看 執行看看 OK 好 先畫個圖對不對 這個sauce喔 你會發現 因為現在i等於1 所以這個得到的結果 會是多少 你會發現 那應該有 把圖全部刪掉 這個理論上應該得到b 把b的部分 把他放到這裡面來 OK 所以讓他再跑一下 得到了有沒有 然後再來的話 應該這個i等於2 所以得到應該是c 所以把c籃的知道抓過來 人民b過來 底下的s類推 一籃一籃慢慢的 就全部OK了 有沒有 一下子 10個籃位 就馬上可以看到結果啦 至於剛剛寫的這一段 其實程式並不多 大概就是長這樣 可能最籃的應該就是 先產生一個 你的哪一籃的範圍 的一個變數 再利用mide去切割 我是覺得這一招應該是 我目前想到應該是相對簡單的 因為我想了很多方法 但是其他方法好像沒這個簡單的 OK 所以 那這個程式嘛 我有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如果各位要參考的話 可以再到雲端白板上面去看一下 然後 原來這個 這個我也把它貼上好了 這個給各位參考 所以你們可以在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幾 這裡 有沒有 我看一下寫的應該都一模一樣 應該第七頁的地方 應該沒改啦 K等於1 然後 K等於K加1 這個是指的是 這個地方的 所以這邊把它 mark一下好了 放大一下 and這個 OK 這邊也是一樣 這兩個 這個是指的是K的部分 然後 串的部分應該在這裡 不過我這邊的變數 取名稱是取那個C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它改成COL 這個名稱 我剛剛是加COL 不過COL比較長 你當然如果你這邊COL 這邊也叫COL 一次好了 OK 好啦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了 不過啦 這邊數字可能自己手動在改40 那你說老師 那這個數字每次都不一樣啊 我可以改成像 可以的啊 你就用向下追蹤 但是問題 程式又更複雜了 為什麼 因為 這邊的話 如果你要向下追蹤的話 那 這邊 一樣要串一個變數啦 所以 這個也是你們需要克服 如果將來你可以 在自串當中 很可以 任意的 就加上一個變數 或一個公式的話 而且不出錯 那VBA 我想你應該 就沒什麼好害怕的啦 因為我發現 最大問題好像就在這裡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剛剛寫的程式碼 雲端上面其實都會有一模一樣的東西 所以 請各位可以自行再參考那個 那頂多就是說 我原來的那個練習用 比如說練習程式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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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